其實在我們在職場當中 不管是你的老闆也好 或者是你的同事也好 或是你的下屬也好 當然在他們職場當中 他們就有所面對的問題跟挑戰 但是他們生命當中的問題跟挑戰 絕對不是只是在職場裡面 包括他們的家庭親子關係 包括他們的婚姻 包括很多這些類的東西 他可以是你的老闆 可是他不知道怎麼樣經營婚姻 他可以是你的老闆 可是他的身體有一些狀況 是他沒有辦法解決的 或者是他跟他父母親之間的關係 可是能否在職場當中 你可以有一個好的見證 包括是你的專業 包括是你的人境關係 在聖經裡面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講到將軍乃曼 乃曼將軍 他為什麼來找伊麗莎 是因為在他家裡面的一位使女 換句話說 某種程度 其實如果你的生命是有好見證 不管你有沒有實際的開口 你的生命會吸引這些人 就像那個光 當他們生命當中有需要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的時候 有同事來找你談的東西 不一定跟辦公室有絕對的關係 他可能中午想約你吃個飯 因為他觀察到 你的家庭很可樂 你怎麼每個週末都帶孩子出去玩 然後你談到孩子的時候 你整個的表情 他就說 How do you do that 他說你怎麼可以辦得到 我跟我的妻子每一天都吵架 我們冷戰了很久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很急著要傳福 對不對 因為我們覺得說 你真是需要的是耶穌 可是他的認知 我現在的需要是什麼 我的婚姻需要幫助啊 所以某種程度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能否實際回應他們當下的需要 因為其實他們的心是開的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想塞給他們 因為我們都知道 他們真正的需要 是靈魂裡面的需要 對不對 可是他根本沒有 還沒有知道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是否能夠讓他 看到我們生命的榜樣跟盼望 他會來說 我的孩子有些狀況 你是怎麼樣跟你的孩子互動 可不可以教我 當你在教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那個機會其實一直都在 只是我們要怎麼樣去 用智慧 甚至是有的時候需要等待 特別是在職場當中